世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温情动画 奶奶的蛋糕 安静的客厅里,小美正趴在地上画着一块草莓蛋糕 原来今天是她期待已久的生日 她开心地把画拿给窗外的奶奶看 没想到奶奶却走开了 这时,小美看到了奶奶在外面晾着的衣服 上面居然挂着胡萝卜和锅铲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赶紧跑到了厨房 果然,厨房的锅里煮着袜子和衣服 唉,看来奶奶又犯糊涂了 尽管奶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 但她每年都还记得给孙女准备生日蛋糕 不仅如此,就连喜欢哪种口味都熟悉于心 回到家里,小美满心趣的等待着奶奶的蛋糕 然而奶奶这时候才想起来 她把蛋糕落在公交车站了 小美躺在床上生闷气 奶奶为了哄她开心,开始在厨房忙活起来 然而奶奶做的不是蛋糕,而是一块蛋饼 小美撇了撇嘴,表示不是很想吃 但是却被奶奶强塞了一口 结果小美也没能逃过真香定律 对着蛋饼狼吞胡咽了起来 之后每一年的生日 奶奶还是一如既往的健忘 蛋糕要么辣在公交车站 要么辣在店里 而每当这个时候,奶奶就会做上一份蛋饼 小美也吃得不一乐乎 转眼间,小美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爸爸妈妈不得不将她带回城里读书 家里只受奶奶孤身一人 多年过去,奶奶已经头发花白 可她依旧没有忘记孙女的生日 这天,小美的生日又到了 奶奶还是买了蛋糕 这次她用绳子将蛋糕绑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并把她顺利的带回了家 奶奶眼巴巴的等着孙女回来 没想到小美真的出现了 看着桌上的蛋糕 小美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 奶奶明白了她的心思 于是跑到厨房重新做了一份蛋饼 看到蛋饼的小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小美回来哪里是想吃蛋糕 她不过是想念奶奶 想吃奶奶做的蛋饼罢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